Hello 各位同学们 大家 二期的最后一场 然后我们今天是安排了一场圆桌的讨论 然后主要也要请到了我们社区 比较资深的 尤其是我们社区的人 现在已经荣誉的进了 Cloud Wego的Mintainer 还有我们的伟超老师 也是我们社区的一个 中流砥柱的contributor 以及在购语言生态里 有着非常深入和持久的投入的 杨文老师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 就来进行一场圆桌的讨论 主题就是围绕我们现在关于 未来应该如何进行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的 这么一个讨论 然后我们第一个环节 我们先欢迎一下各位嘉宾 然后我们也邀请各位嘉宾 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从杨文老师开始吧 好 非常感谢的Cloud Wego的一个邀请 然后我叫杨文 对 然后现在是在Uptorship 担任高级技术经理 然后也在负责 Go方面的一些建设 对 然后我之前的话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购业读 对 然后我是购业读的一个负责人 然后我个人的话对开源 然后对Go的话 其实接触也蛮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交流 对 好 谢谢 好的 好的 感谢杨文老师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社区的人气嘉宾 狗哥 哈喽 大家好 然后我是李龙 大家也可以叫我King Go 然后目前是Cloud Wego的Maintainer 然后也是Google的Committer 然后现在是在直接调动 技术架构的框架组 然后主要从事的是赫兹的开发 大概就是这些 好的 好的 然后是韦超老师 嗯 大家好 我叫王韦超 我在网上经常用的昵称是白玉堂 我现在在Cloud Wego社区 主要是在Kitex做一些贡献嘛 然后最近主要做的事情 主要是围绕Kitex圆满的一些解析 做了一些东西 大概经历是这么多吧 我现在在广州 也是一名普通的后端开发 以上 李云 可以了 哎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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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 我们圆桌的第一个话题 然后因为今天下午的话 我们正好是在那个阿里这边 然后在跟Open Server的社区 进行一个关于开源治理的交流 那这块我们主要也是在探讨 关于云原生微服务这块治理的 整体的标准的建设的这块的 相关的一个关于开源的交流 然后我们今天呢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话题 那第一个话题就是一个开发者 如何参与项目 然后学习项目 其实大家都知道 开源自2020年以来 然后被列入到了国家的十四五规划 然后越来越多的看源项目会涌现 然后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的途径 如果说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说的话 一个开发者应该如何去参与一个项目呢 那这个其实是大家今天就面对 非常多的一个话题 也想请我们三位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那我们先邀请我们的伟超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好 今天的分享其实更多是聊聊嘛 以个人经历聊一聊 我是如何参加我们的CloudVgo 开源项目的 那伟超的主题也就是说 就是为什么要参与开源项目 就是今天我分了几个几块内容吧 第一块就是我跟CatX 跟CloudVgo社区的一个结缘 然后就是我个人经历的 关于云原生和开源文化的一些认识 其次呢就是聊一聊 重点聊一聊 就是为什么要参与开源 还有就是我理解的一些开源的精神 嗯 其实与CatX的结缘也是很巧合的 因为我虽然是做了几年的后段开发 但是感觉在技术上还是有一些瓶颈 然后我是从2021年9月 在InfoQ想做一些 就是写作平台一些日更的挑战 在9月做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感觉自己做的东西嘛 就是更多是做一些翻译的内容 怎么说呢 就是按照之前就是那段的经历嘛 就是我基本上每天八九点回家 然后十点多可能会坐下来 然后去寻找一个话题 就尝试着去写一些东西 但是写着写着发现 如果想在短时间内做一个创作 或者说写一些东西 更多或者说更方便的 只能是做一些翻译性的东西 但是十月份就是翻译了一个多月嘛 感觉这些没意思 就是我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嘛 就是我发现我是在道和法上面的一些东西 理解的比较多 就是说大道理大家都懂 就是说我也一直在追寻自己的大道理 变成理念的一些东西 但是具体数和气的方面 感觉自己还是做的比较少 就是我用了就是孔子的一句话嘛 就是说就是五常终日不时 终夜不勤 以思无意不如学也 学就是要学具体的技术 这对以后的职业 或者说以后的求职 或者说工作可能会更有帮助一点 所以就再找一个话题嘛 我就是想着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要么Docker 云原生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 架构设计啊 微服务思考这些东西 但是都感觉竞争很大 或者说这一类的话题嘛 竞争很大 就联想起来九月份 就是KTS刚刚开源嘛 就是CloudVgo相关的一些中间店集合 刚刚开源 我觉得这个领域呢 是可以可以做的一个方向 因为现在刚开源 手边的资料很少 或者说研究输出的东西很少 我觉得可以做 然后就是在10月底到11月份 基本上我做了一个小的集合 就是围绕CloudVgo 微服务时检 做了一个小的集合 虽然还不完整 就是只做到了操作DB 操作数据库的一些东西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 了解这个微服务框架 也是一个很好的入门 并且更重要的是 能够参与到社区 因为我在了解这个框架的过程中 也是会经常在我们的飞书群 了解动态 经常或者说睡前就看一下 各个Vgo相关的一些PR 或者issue啊 看一下动态 看看哪些东西 自己是可以做的 这是一直关注的东西 后边的经历呢 主要是为CATX做了一些服务发现 服务注册相关的一个组件 服务的组件 做了一些贡献 还有后续的单元测试嘛 最主要的一些经历 就是跟CATX主要是这么多 其他就是下一块 我是想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一步一步了解 或者说接触到开源文化的 讲到这一块 其实要回到大概18年19年 当时在深圳的时候 因为深圳的技术氛围 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 比较不错的 就是经常可以参与一些技术活动 我的信号还好吗 我感觉不太好啊 伟超老师刚才好像稍微卡了一下 现在还好吗 现在好了 好那我就继续 好的好的 你的材料也可以分享 好的 我就继续 就是说在深圳的时候 因为感觉这个城市的技术氛围 还是比较不错的 会经常参与一些技术峰会啊 bitup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感觉 能感觉明显的感觉出来 就是云原声围绕容器的虚拟化 KBIS相关东西 一定是一个技术趋势 当时也是因为对Dock感兴趣 所以才更多会流域KBIS 这些相关的技术领域 最后呢 最后是在一个机缘小盒之下了解到有一个Linux Foundation 就是Linux开源基金会嘛 有他们有一个什么技术认证的一个模块 或者说这个基金会下面有一些技术认证 当时我就想想通过这一次这种机会来特意的去学一些特定的技术嘛 比如说他们推出了CKA啊或者说CKS 所以这是一种学习的渠道 不仅如此 还会经常关注就是基金会开推出的一些开源项目吧 当时在学CKS的时候也是过了一遍CKS相关的一些文档 也给他们的一些文档提过一些PR 这一点可能是最早最早接触开源的一些最早的一个开始吧 在后边的经历呢 就是说如果要聊到为什么要参与开源 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吧 就是从个人的经历上来说 第一个是肯定要是能够学习优秀的开源项目 就是避免作为一个井底之蛙 就是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 就是我曾经的公司也算是中小型的公司 就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技术的实现相对比较 比较就是很经典的一句话嘛 实现了就行 能有就行 就是那种野路子 就是我想走出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就比如说你可以学优秀的开源项目 它优秀的编码 设计规范 设计模式 架构设计等等 可以在这些项目里边寻找更多的正丽 而不是那种野路子 还有追加实践 能开阔你的个人的视野 技术视野 另外呢 就是说开源世界 就是说开源嘛 开源项目 在整个开源文化里边 开源世界是一个包容开放的 你可以在这里边 就是发现 遇到更多 更优秀的人和他们共识 向他们学习 学习他们的技术思路啊 思维方式 还有一些职业规划 我觉得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能给自己一些启发 其次 就是也是第三点嘛 就是协同共建嘛 从点滴作体 能够融入社区 通过融入社区 能够带来一些成就感 就是怎么说呢 开源很多时候都是用爱发电 开源的第一步是把代码开放出来 后边很多时候都是要靠社区驱动 来做一些迭代演进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是众人食材火焰高 这是开源的精髓和意义 就是我们能够为社区做一些 那么怕一小点的一些贡献 其实以后都能帮助到更多人 帮他们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开源项目 生命力的一个存在 也是我们有成就感的一些来源 然后就是我和开源的以后嘛 其实我也想过 就是有想过 有一个技术梦想嘛 就是一闪而过的一个技术梦想 能不能远程工作 就是像VUGS的UDA嘛 它那样就是做一个开源的产品 或者说在一个基金会工作 你可以就是和喜欢的人和事情去打交道 不用考虑太多商业化 或者说职场的一些一些问题嘛 也不用内卷之类的 当然这些是一个梦想嘛 也是自己一些想法 可能不太会一蹴而就 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会找到一个切入点 就是从自杰的Cloud VCO开始 从今年的就是自杰的一系列动态嘛 和战略的一些发布也能感觉出来 我们就是就是Cloud VCO在未来一定是可以可以做的 就是说也一定会做的怎么说 更有一些影响力 或者说在项目够够的一些领域嘛 够的微服务领域 最后其实想分享一个开源爱好者 我觉得他是很有极客范的一个人 他叫苏叶钦 苏叶钦他在云南是一个儿科医生 但是他业余其实也是一个Linux玩家 也是一个内核的贡献者 我觉得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 等一下我可以把他的一些链接分享给大家 那最后呢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代码的世界里能找到乐趣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好的好的 谢谢伟超老师 确实因为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发现 就好多的同学 包括各个不同的公司的同学 其实在开发过程中 现在出现了一种比较麻木的状态 就是他这麻木主要体现在说 他对整个代码或者说对这种极客的氛围 他其实是现在是不太care 也不太感兴趣 他可能只关注一些业务真正实现的逻辑 包括他真正去做成了一个功能 但有一说一实际上这个功能实现了之后 你可能对这个 你可能对这个技术来说 你只是一个使用者 你只用了一下 短暂的使用了一下 但后续他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 然后你自己从中获得了什么 其实这一块 很多同学来说 他是没有特别多的深入的感受的 所以他就会变成这个项目的一个 只是一个使用者的这么一个身份 那接下来也想邀请一下杨文老师 因为杨文老师 其实他一直在运营购业读的社区 然后也和非常多的有关购的一些开发者 有过一些深入的交流 那其实这块也希望杨文老师能够给到一些 就是对于这一块的话 有没有一些参考的一些案例啊 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自己的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对了 然后刚刚那个老师已经讲了比较多了 我这边就重播的这个实际的经验 然后分享两点嘛 一个是参与的一个参与项目的角度 一个是自己去做的一个角度 对 然后我先说就是自己做的这个角度吧 或者自己去主导 然后去开演的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硬核 就是购业读这样一个repo 那购业读repo 现在的话就是Github上的star的话 应该有就是1万多star嘛 对然后这个star其实这个数量本身不会代表什么 但是本身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参考或者有一些能让我们去理解开源的精神或者开源所带来的一些反馈 那这里我想说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不管这个项目本身是很硬核的还是说基础组建或者说一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还是说去解决一些学习或者说大家的成长方面的内容 那其实现在可能在Github上这种学习成长类的或者支持汇总的应该还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要去想说我这个东西究竟有没有帮助然后怎么样去做起来 其实也是一个参与开源的一个模式 那如果你是为了去赚取那个star数本身那可能就是有为你的一个初衷 其实你更多我理解就是你要把它当作一个开源项目的方式去运作 其实这个里面你能够学到的或者你能够去理解开源精神和开源所带来的一些正反馈其实还是蛮多的 其实你不要去关注那个数量本身 就是第二的话就是开源本身也是说他不是他一开始他一定是由某一两个人 或者说某一个人然后去发起然后去做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去引入一些对这方面感兴趣的 或者说你通过你的这个项目去给别人带来帮助 然后吸引别人进来 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去做大 不管是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即便是那些很厉害的一些项目 比方说go这个项目 比方说pincap的这个tidb以及其他的一些go的repo 其实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对首先就是你先做 然后做到一个你认为还ok的一个程度 然后在你的朋友间或在这个社区你去把它推广出来 比方说像我们的这个cloudvgo对吧 那我们其实也是自己去解决了实际一些场景之后 然后开源出来 然后在开源之后其实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稳达稳达的 就是像类似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些活动 其实都是在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到社区的人 那这个项目本身它有价值又有一个活力的话 其实是能够你参与 不管是你是主导还是参与 其实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那我刚刚的角度就是自己的角度 那你要找到一个就是你自己想要去投入 或者说对于你来说是痛点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项目 你去解决然后持续去迭代它 总会有就是那句话叫什么 就是试金字总会发光的 那你的项目的话其实也是一样了 它可能会上那个github的那个trading 对吧 那上了几十时候其实有更多人关注到 其实你这个项目就实实在是有这个价值的 对这是这个视角 然后另外一个视角的话就是说 你去参与一些项目 那你去参与的话肯定你要去有选择 那在我看来其实你首先是要去参与的话 一定是你能解决你的问题的 这是一个选择 或者这是一个就是评判你要去怎么去选项目的一个 或者参与项目的一个条件或一个标准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去找就是在业界 或者在这个你要 如果是跟语言开发语言相关的 那你肯定要找这个语言 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覆盖面比较广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踩坑的就少了 就像大家选公司一样 你同样的两个公司 一个大公司 一个小公司 其他的我们都认为说是一样的 那你说你选哪一个公司 对吧 其实肯定是大公司 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去构建更体系化 更好的一个 不管是项目的一个构建 还是开源的一个运作 它肯定都会构建的更好 那你小的话很容易就死掉了 或者说它本身就不规范 那你的目的 我们参与项目 参与开源项目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你肯定是学习 或者肯定是为这些项目去带来你的一些价值出去 那如果很小 其实那它能影响的就很小 对从你的角度和从这个项目的本身角度 你也要去考虑到这一点 对 所以那就我的经验来说 就之前的话 主要是参与的项目的话 有一些项目就零零碎碎的 可能就不是很 不是很好去说 然后印象比较深的 其实还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 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参与那个TIDB 然后也获得那个2018年那个TIDB的那个 Active Contributor嘛 对 其实我参与的这个实际的编码 印编码这个维度 其实不是很深入 因为也还没有拿到那个Commeter嘛 所以就是 但是更多还是在参与 所以就是说 其实很多东西你必须得投入 然后去做这才能就是 让你持续去产生你的一个价值 和你能吸收到社区给你的一些反馈 对 我这边大概是这样 就是总结来说 就是你要选择你当前适合你的 以及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或者人 然后去对应的去找一些项目 来去帮助你去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对 好的 好的 感谢杨文老师 就我感觉还是非常的肺腑之言 确实是 就很多的开源项目 其实你参与的时候 你也要量力而行 然后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参与的 也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然后再深耕在这个技术领域之上 然后同时也是通过长期的 这技术方面的投入 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真正有一些比较好的产出和一些结果 才能够真正就是学到相关的一些就是技术相关的一些提升 那我们社区还有一大网红就是我们的狗哥 然后狗哥也是非常非常的活跃 然后他在一直在Cloudwaygo的社区 然后承担了非常多的社区的职责 以及我们现在社区很多的社群的一些on call的答疑 都是狗哥非常热心的就自动的承接了起来 那这一块的话也想听听狗哥这块的分享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狗哥之前在学习开源项目的时候 是怎样的一个经历 然后怎样去就当时的时候 作为开发者参与开源项目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 因为我当时去做开源的话 主要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也是去写业务 然后或多或少的话 就大家可能都会去用过gooim 就是goom 然后因为基本上在内部所有的go服务 都会去使用goom去作为它的oim 然后就在初期刚用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堆问题 然后就是有问题的话 基本上就像刚才一人说的一样 就是可以去提oncall 然后当时应该印象比较深 是去提了一个goom的oncall 然后也是咱们的金柱老师当时去 就是因为当时 因为金柱老师本身就是goom的作者 然后他也是一个人 然后负责oncall这一大片goom 然后这个问题 然后金柱老师因为一个人可能就是 压力uncall压力比较大 然后当时应该是隔了一天之后去给了解决 然后后来就因为 就是感觉就是这个的话 因为goom的话可能会经常使用 然后所以说就想去看看能不能去了解一下 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刚开始上手的时候去看圆码 但是刚开始发现直接去看圆码的话会比较痛苦 然后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手段 然后发现goom的话当时goom的issue的话其实是比较多的 鸡押的issue包括现在的话也鸡押了快有100多个左右 然后就是可以通过解一些社区的issue 然后去看一些不同的使用姿势 然后导致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使用上的疑问 然后有的issue呢可能是一些使用方面的bug 然后这些bug的话然后也可以去尝试修复 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就通过不断的去解衣修 然后去熟悉这样一个框架 然后如果是有简单的bug的话 然后也可以去修复 然后大概这样持续一到两个月的话 这个框架就是基本上也是比较熟悉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和k.x就是cloudwaygo 然后因为cloudwaygo社区的话 他会经常去发一些first good的一宿新手任务 然后我和伟超老师应该也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我们最开始接的新手任务 也都是服务注册发现的扩展 然后还会去写一些就是一些demo 就是一些demo服务 然后实力服务 然后在写这些实力服务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去发现有一些问题 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去修复 然后通过first good的ease 这种形式也可以去参与社区 但是然后类比的话 就是像gum这种的话 他本身ease就很多的话 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挑一些简单的ease去参加 然后或者是去像cloudwaygo这样的社区 会定时发一些新手任务 也可以去积极参加 对 然后这个是通过社区发衣袖 或者自己去主动找衣袖的方式 去参与开源 然后刚才还有说第二点 就是通过实战 然后去发现一些东西 然后一些问题 或者是文档上的一些问题 包括就是有一些开发者 他可能直接去看着文档上的demo 然后他就把这个demo粘贴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发现运行 可能直接照着文档上的demo 可能运行不起来 或者是文档现在有问题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个选择 就是修改一下文档上的实力demo 然后这样也算反馈社区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 就是最近或者之前 就有一些同学喜欢做压策 就做一些压策 去压下不同框架的性能 就这种的话 就是在保证公平清晰的原则 去压策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发现一些 可以去优化迭代的点 然后优化后再去供限社区 但是这种的话 就是尽量去保证一个公平 跟清晰的原则吧 比如说可能就拿购目举例的话 购目它会默认开启一个 叫默认事物的东西 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用购目然后再去对比 另外一个ORM框架的话 这个时候会发现压策的话 然后性能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 然后就是事先对它有了解 然后保持公平去压策 然后找到一些优化的点 然后还有第三种 就之前说了一个比较痛苦的一点 就是直接去看原码 然后直接去看原码的话 大神路线可以直接去看原码 然后但是我当时试了一下 反正看的是比较痛苦 然后大概就是总结了这三点吧 然后参与开原的这三点 然后就是通过仪秀或者是亲手任务 然后第二点就是实战 然后发现一些可优化的点 然后第三种就是去阅读原码 大概就是这些 然后就是如果说选 我个人比较倾向是喜欢去研究 就平时会去使用到的 比如说平时会去使用到KDX 或者是Go 然后这些的话 因为平时会用的 所以说可能看起来的话会好一些 好的 感谢狗哥的建议 然后我们之前 其实狗哥真的在社区非常非常的活跃 然后我们为了让狗哥更多的分享 自己关于看原的话题 然后也专门给狗哥设置了一个议题 就是想让狗哥也来谈一谈 关于Colvigo这些开源方向 然后尤其是现在云渊生是一个大火的一个方向 然后狗哥其实混迹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开源的社区 我们当时的时候 狗哥作为一个开源社区的老人 一直在跟新手在抢新手衣袖 导致我们的good first的衣袖 经常性的就还没有开放出去 就被狗哥私下抢完 以至于我们每次开放之前 都会提前邀请狗哥 说先给狗哥开两个 然后以至于就是让狗哥剩下几个衣袖给到社区 不然的话可能很多的衣袖 都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 然后就被狗哥先解决掉了 所以狗哥其实在看原这块有非常非常深的热情 那我们其实也想让狗哥也分享一下 就是看原其实最重要还是核心点 还是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然后同时能就是能够持续的激励自己 然后也能够在这里真的非常开心的开源 然后也想问一下狗哥 就是关于现在的云原生微服框架 然后这一类型的项目 那可能关于这类的项目的话 他大概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他大概的一些使用场景 这些类型的项目 就是当时学习的时候 觉得他可能的一些价值点在哪里 然后以及说是我们现在就是混迹各个社区 然后在社区里如何能够开放 然后这块的经验也可以分享一下 好的 然后就是CloudVgo开源项目的一个 这类项目主要的使用场景的话 其实使用场景就是对性能有要求 然后又希望框架的灵活性 墙可以满足内部的定时化需求 这样的话 如果是选择CloudVgo提供的微服务框架的话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本身就是高性能 然后它是低层的话 Netpool它本身就是一个高性能的网络库 然后比如说赫兹 它内置了Sonic 然后这也是一个高性能的 JSON编辑码库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刚才说到的扩展能力 就是无论是K-X 然后还是赫兹 都提供了丰富的扩展能力 然后K-X 的话 比如说像线流扩展 然后还有一些Plan Handler 然后这样的扩展 然后赫兹本身的扩展能力也比较强 然后它可以满足一些 比较个性的定时化需求 然后还有就是 并且它们都提供了一些 比较友好的用户API接口 并没有特别复杂 所以说其实总结的话 就是刚才说的一句话 就是如果说对性能有要求 然后又希望框架的灵活性强 然后可以满足一些 可定制化的一些 更新化的需求的话 去选择Cloud VGO 提供的微服务框架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第二类的话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学习这类项目的价值点在哪里 主要的话就是 这里的话大概是列了两点 然后第一点就是学习框架的一些分层设计 跟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设计的点 然后这里可以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咱们的赫兹框架 然后它其实是分了 它设计之初 其实分了四层 然后它赫兹是 其实是有一个四层的分层设计 然后大概就是 它分成了应用层 然后去对外 给用户暴露一些用户API 然后它的router 然后就是它的下一层 然后它的router的话 就是提供一些路由 然后handle的管理 然后就是它的协议层 然后就是去感知 比如说它支持 H1的协议 或者是H2的协议 然后都会在这一层去实现 然后就是网络库那一层 然后就比如说 它可以去支持Netpool 但是它同样也可以去支持标准库 然后它 大概这样的一个 四层的分层设计 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cloudvgo官网上面的博客 看一下 就是赫兹的一个设计实践 里面会详细的介绍 它这个四层的分层设计 然后另外就是去学习 一些框架的一些性能优化的点 然后比如说就是Netpool 然后它为什么会去 它的性能 为什么会比标准库 在某些场景下会高很多 然后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官网的博客上去看一下 然后也是有对应的材料 会详细的说明 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学习的价值点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混基社区有什么经验分享 经验分享的话 倒也谈不上 但是可以给大家分享 一个好的case跟一个badcase吧 就是比较好的case 这个也是我看到社区的 另外一个同学Health 然后他比较好的一个case 就是他去再去看CatX圆码的时候呢 他会去在社区发起讨论 其实就在CatX的discussion的那个页面上面 也可以看到他应该发起了几次讨论 然后并且他可以把他的讨论的点 然后他会去学习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设计的好的点 然后对性能有些优化的点 然后他把它学好了之后 你可以借鉴出来 然后去应用到其他的开源项目中 然后去bump 就是去把它可以用熟用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case 然后这种优秀的case也是值得学习的 因为发现可能有些优化的点 它适合的地方比较多 然后好的bass case 好的boot case的话 就是先说完了 大概就是像Health那样去 通过社区学习优秀的设计 然后再贡献给别的兄弟社区 然后我个人比较反感的一个bad case 其实也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case 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开发者 会去对使用的框架提出来一些 模糊的问题或者评价 我印象比较深的两种经典评论吧 第一种就是设计的不太好 第二个就是设计的太重了 具体哪里设计的不好或者太重了 也说不出来理由 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设计的不太好或者设计的太重了 然后这种case的话 其实尽量还是要去规避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程序员 就是数据说话 对 然后我大概的分享就是这些 好的 感谢狗哥 就狗哥说一句题外话 写一想关心一下狗哥 狗哥是不是最近有点感冒 低沉的气泡音 好的 好的 然后狗哥刚才也分享了 关于一些开源项目参与的一些方式 以及说是参与关注的一些 真正关注项目的一些点 就我们其实挺多社区里 同学特别喜欢说压测我们的框架 然后尤其是关于什么Katex和赫兹 然后以及它的两个benchmark的仓库 然后去关注它的一些性能的一些对比 和一些就是类似于像赫兹框架和FastHTP 和那个GIN框架的一些性能的测试和对比 我感觉这是其实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些事情 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度是很高的 因为其实很多同学 他其实不是特别关注真正这种比较就性能改进 以及性能优化上这种比较底层的技术深度的改进 他只关心一些就是这东西怎么去使用 然后用起来说大概的稳定性如何 那这样的话其实会损失和丧失掉一点 就是在技术上的一些比较极客的比较有趣的一些点 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关注我们现在一些benchmark的仓库 以及说这些性能的测试 那更多的时候如果说当你测试到 就我们也非常希望说当突然间哪一天 说是有一个开发者真正能开出一个仓库 说能它的性能测试 它的性能是会比赫兹框架和Katex框架更强 然后说它的优化是比赫兹和Katex更底层 就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在社区见到这些关于底层的技术的优化 以及说这块的一些讨论 然后这块如果大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点的话 也可以在社区里就是进行讨论 就不会拘于说是只在介绍说Katex框架和赫兹 两个框架之间的一些差异点 或者说这两个框架的一些使用的方式 那第三个话题呢 其实就是关于我们的程序员和开发者 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角色 尤其是在开源社区 它这两种角色 可能它的需求啊 使用的场景 真的关注的点 真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刚才其实伟超老师在介绍他自己 他一讲他自己嘛 就从一个使用者 像一个开发者的身份 然后望着两种身份的角色 进行了一个转换 那作为这两种角色的话 然后在这社区里关注的点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其实伟超老师第一环节的时候 他其实介绍了一部分 然后也想让伟超老师来 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然后也顺带总结一下这一块 就关于说是成为一个社区的committer 那他可能要经历哪些的一些 社区的一些贡献 以及说是在社区应该如何去积累 自己成为committer的一些 就是相当于是一些开发者的一些 声誉的积累 好的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 如果是作为一个开发者 他在考察考量一个开源项目的时候 肯定会考虑 比如说这个项目是否会持续维护 文档是否丰富 然后社区是否活跃 还有这个项目是不是真的能解决 就是内部团队 他的一些难点呢 或者说技术问题 那不满足的地方能不能扩展 主要是肯定会考虑这些东西 那作为设计者 其实从CloudVCO这个项目上来说 那我们这些东西 更多是内部实践的一个总结 那开源出来也是想帮助帮助更多人来解决共性的一些问题 那开源出来之后 我们维护这个项目肯定会接受到一些用户的一些反馈 还有哪些共性的问题没有覆盖到 那我们要要开发新的一些特性 还有一些bug的维护 是否及时能比较快的帮助用户 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另外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文档的一些维护啊 业务案例的一个整理这些等等嘛 从设计的角度上来说 主要是怎么样能考虑更好的 或者更快的帮助用户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是我的一些感想 好的好的 感谢伟超老师 然后我们其实很多的开发者都是从Java 或者从其他的 比如说以前是写Python的 然后写Java的写Node.js的 然后他慢慢的转成了一个够语言的开发者 然后够语言生态呢 其实也是在近几年的建设中是越来越完善 然后不再像是以前就是Java 他各个组件各个库他都有 然后够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整个够语言的生态也是非常完善 关于说是整个微服治理体系的各个项目 然后以及说是什么流量控制注册中心 然后熔断机制 然后整个治理 这整个一套流程里面的所有的项目 都是非常的完整和完善 那其实在 不同的大厂呢 他其实也是对够工程师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 然后也是希望杨文老师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杨文老师其实运营够社区是很多年 然后也是积累了一大批就是关于 够语言工程师 以及说是够语言在大厂环境下的一些就业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也想问一下杨文老师 就会看一下就是大厂的够工程师 他应该如何去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 就这一块的话 够语言的工程师他未来的就业的前景 难道是只有营员生相关吗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也可以成为就是够语言的一个归宿 OK好 我这边就是可能得到信息也不一定去 但是可以聊一聊 就是够 其实为什么说大厂都在招够工程师嘛 然后以及说这个自己的职业发展这个角度 对 然后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吧 我自己的话是在2015年的时候 应该是2015年 或者是2014年的具体可能有点忘了 对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够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从那个Ruby言切换到够语言 对在2015年的时候 对 够语语的话是在2018年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比较久 那说回来就是大厂 那大厂我印象当中的话应该也是至少在2019年吧 2018年的时候应该都还没有像类似像现在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云延伸 其实刚刚那个应也有提到就是云延伸这个方向 那我觉得其实够很重要的一个点 其实还是在于确实在云延伸 或者说在Docker就是容器化这个领域 其实有它的这个很就是这Docker还有KBS 这样一个萨手键包括后面就是串起来的这个GPC整个一个生态 然后导致或者说触发了我们的刚刚所提到一些基础组建的这些研发 那这一套下来 然后再加上这个云延伸 KBS在各个厂商的一个应用 对所以去触发了大家去做很多的基建 很多的这些流控啊 很多的这些分布式链路追踪啊 对以及说后面就是有很多的开源 然后很多基础组建的一些开源 然后都选择了Go 其实Go它在于就是本身这个语言的一个特性 在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比较擅长的 对它就是天生比较高性能嘛 然后又比较简单 其实不管是什么语言 其实切换到Go的话 相对来说它的上手或它的门槛就很低 不管是C还是CGI 因为CGI的话 其实你切换到Go 可能特别是C语言 可能就是无缝切 对吧 然后再也就是PHP 那PHP你能写其实Go的话 你就能去解决掉你的这个性能 很大的一个性能问题 其实你也感觉到很爽 那如果你是脚本语言 可能相对要换一下思路 但是它也会带来说Go它的一个性能比较好 而且你写起来可能也很快就学付费了 对就是大家都说这个一小时学会购语言嘛 对然后官方文档其实要去走那个demo 其实也很快 所以你要去写的话其实是很快的 而且呢就它本身性能也比较好 然后如果你的这个偏业务代码 其实你也不用太考虑说你还要去管理你的鞋层啊 这些东西 因为你的业务代码一般来说你的业务没有那么大量 它都能hold住 不会像大厂 对 那我们再说到大厂 那大厂其实它会有这种实际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很快可以上手 然后又可以去用它去做很多这种业务 然后又很快 那性能其实要考虑 其实我们就在基建的这个维度就去做好了 那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想着到 对不像之前可能在大厂很多时候 谁或谁家家或者说家 你的整个一套 一套这个链路下来可能需要的这个构建啊 这些都其实是蛮影响效率的 对其实在构建这个方面是蛮影响效率的 那构的话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快的 对 然后这个再回到第二个点 就是自己的职业发展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语言这个东西 它还是占于说只是去解决问题 那你的一个职业发展的话 除非你是很底层的 就是你要去做跟购生态很底层的 比方说你做那些链接器 或者说做一些跟芯片或跟硬件打架的 那可能这方面其实购也不是很擅长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可能是做语言生 做语言生类的 或者说做那种购在那种技术设施 比方说数据库那种领域的 那如果不是 那比如说你是骗业务的 其实我认为说语言这个东西就 你得要栽开来看 那你的职业发展的话 你要看你是本身是在这个语言 这个就是技术深度上去擅长 或者说去发力 还是说你要结合你的在做的这个业务 然后去让你的业务能力 以及让你的这个软性素质 或者说管理能力得到提升 以及说你的这个用技术去解决业务的问题 然后带来业务价值 对这个其实是在你的这个职业发展 或者职业道路上一定要去考虑的 那Go只是作为一个能帮助你去踏入这个门槛 或者能够去提高 或者提升你要去解决的问题 它能带来价值这个维度去考虑 对这个就是看你的一个 本身当前一个定位和价值点在哪个地方 对当然就是Go 它也能去做基础设施的和那个底层一点的 但是也要看你自己是不是在这个领域上 或者说你有找到类似的这样一些工作 能够让你去满足你的这个职业发展 或者能够去cover到你的职业发展的这个 就是有那么大的空间给你 对这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看你的职业发展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能单单只是看你的技术站 或者你的技术点 而是要看你擅长的东西 以及说你在你可预见的这个时间段 你的这个优势和你想要往的这个方向走 你跟你当前工作的这个结合起来 对我这边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补一点嘛 就是社区内其实现在大家找工作 我理解啊 其实还是在偏那种业务 或是说产品功能偏多一些 就是各个工程师 其实在基建或在那种偏底层一点的 相对比较少 可能大厂的话也有 但是大厂应该也是业务或产品居多嘛 对这个应该狗哥你们也有这个实际的这个 对实际的例子 OK我这边先聊这么多 好的好的感谢杨文老师 确实是这样 然后现在整个大厂在招聘这个工程师的话 他可能我们这边的消息的话 就可能还是说是业务测会多一些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做一些基础架构的内容 就可能是一些比较偏硬核的 那他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框架呀 以及一些基础的一些性能方面的一些 整体的整体的调优和一些性能调整的 这块的内容会更多一些 那他其实这块他涉及到的 关于语言来说 他可能涉及到会更硬核一点 他不光要会用够 他还要把够的一些 真正的一些就是 整个构源的一些整体的 就是整个叫什么内核 然后包括说是各个的构源的一些 底层的一些全部都要非常熟悉 然后再在这里面去做相关的一些框架的性能的优化 然后这块是会用到是非常多的 那同时呢 其实我其实也是觉得就是因为现在云渊生 他其实是一个发展中的状态嘛 那虽然云渊生好像也提了非常多年的 四五年的状态 但他其实现在整个行业里云渊生的整个发展状态 我觉得他一直是处于 从刚开始就是只有大厂才上云 然后到现在就是大厂小厂中厂 他都想上云 那在这个上云的过程中 他不只是在就是一次性迁移到位 就是我要么上云要么全上云 然后现在是有一大部分的大中厂 他处在一部分上云 一部分不上云 一部分私有化 一部分公有云的这种混合云的这种状态之下 那这种状态之下呢 其实他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 后台逻辑的一些那个操作 所以这块可能也会是后来为 构工程师发展的一个就是方向 就是专门是用来做一些架构方向的 就是架构的一些调整 以及说是后续的一些架构眼镜相关的一些 职业发展的方向 对 也好奇一下 问一下杨文老师 就是现在aftership这块的话 就是构研主要还是面向业务测的一些研发吗 对 我们构的话就是业务测肯定是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跟云研生或说跟那个基础设施会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还没有到那种就是说可能很很很广 或者到自己的这种就是会有专门的这种价格部门 然后去做购这个生态的这种基础建设 目前还没有 但是后面可能还是会需要或者还是会做 明白明白 我感觉就可能发展的就根据公司发展的阶段吧 就可能后来公司后续公司的基础的架构自己发展起来之后 可能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套的需要去维护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基础建设的设施 对那会的话可能关于购语言的工程师的需求也会有一些有相应的提升 对 好的好的 那我们之前也是三位老师分享了一下关于从如何提升自己 就是从学习开源项目 然后到在开源项目里面能够真正的获得成长 然后再到就是说是从不同的视角 从一个开发者和一个开源项目的参与者 两种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开源项目 以及参与开源项目的角度 然后如何去提升和学习 以及到最终的购语言开发工程师 他可能说现在的一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状态 那可能接下来我们也会让我们三位嘉宾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关注的一些博主 然后一些网站或者一些书籍 然后能够作为大家日常学习和就是提升自己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资料 那我们先看一下狗哥给大家推荐的书单 然后狗哥也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推荐这几本书的原因吗 就是推荐这几本书的原因的话 第一本DDIA的话 设计数据密集性应用的话 就是这本身就是一本特别精炼的书 基本上他把每一方面 他把可能开发过程中涉及到的每个方面 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都会覆盖的比较全 所以说就会去推荐DDIA 然后第二本的话是程序员的自我修养 链接装载语库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偏底层的这个链接装载 然后编译这一块的 然后第三本的话就是Google SRE 然后这本书的话不只是SRE需要去看 其实我觉得研发也可以去看 对因为这本的话也是别人推荐给我 然后我发现看下来的话其实非常有用 然后也推荐给大家 然后第四本的话就是微服务架构设计模式 就是大家再去做微服务开发的话 就是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也会得到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这个也可以供大家参考 对然后这就是推荐这几本书的一个原因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狗哥 对我们好多小伙伴说这几本书看来是非常经典 然后已经有好多小伙伴说已经看过了 那至少这个SRE工作手册这个连我也看过 这确实是非常非常之经典的几本书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让杨文老师来介绍一下 杨文老师推荐的几本书 然后这几本书感觉就是适用性图示面都非常广 然后也是有非常高的关于除了开发 可能还有一些关于就是思维习惯 也就是说是一些就是应该说什么 什么道的层面的一些就是提升的这么几种书 那也让杨文老师跟人家分享一下 推荐这几本书的原因 OK好的 对然后我就知道肯定会有其他家民会推荐 就是其他硬核的书 那我就不卖关子 对不去那个 然后我这边就是有推荐三本书 然后这三本书其实是在我看 其实也是我最近应该这半年看过的书吧 就是也对自己也有一些一定的影响的 对 然后第一本就是偏个人的 就是微习惯 那这本书其实怎么说 就一个概念就是它让你明白说 其实做事情很多时候主要是要行动 对你要怎么样行动 就是找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习惯 比方说你要去演讲 那你没有办法去演讲 那你就拆解一下 那怎么样能去让自己往这个演讲这个道路上去走了 那首先可能你要卖第一步就是开口说话 或者说你去打开你的这个PPT写 写你的演讲演讲稿 对吧那你用很长一段时间 你不用去确定很这个时间是多久 但是你用一个行动来去约束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成为一个习惯 那习惯有了习惯之后 其实它就能够去帮你去实现你的梦想 或者实现你要做的一个事情 那书中其实举了一个很很好的例子 我刚刚的例子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是一个比较贴切一点的 书上的一个例子是什么 其实就是说你想健身 那你要做假如要做复合生 那你每一天假如做20个 你心理负担很重 但是你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就是做一个 那你每一天做一个的话 其实你的目标如果是明确的 其实你每天做一个应该问题都不大 那书中其实也有提到比方说他给自己的一个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可能有一天躺在床上的时候很累 然后躺在床上然后突然想起来 自己好像今天的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所以他马上爬起来 然后就在床上做了一个复合生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你一定是不会达不成的 这个微习惯的一个理念 其实就是说你的这个把它设想到非常小的一个维度 那不管怎么样你都能达成 也没有负担 其实人的话习惯为什么难以养成 其实主要是在于你会认为它是一个负担 你会认为它影响了你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 对打断了你的节奏 所以你做不到 那你就要从很小很小的开始 对那这个是微习惯这一本书 那这本书本身还讲了很多其他的 就是怎么样微习惯的一些对你心智上 和你一些思考的维度 这个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对然后这是第一本书 然后第二本书就是费腾心十年 这本书为什么推荐呢 是因为可能现在有很多小伙伴 就是刚刚毕业嘛 或说其实虽然说是知道整个 你都互联网了 但是可能有很多东西你就不是很了解 或者不是很知道 在这个最近这十年里内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企业或者一些应用 那这本书其实就比较详细的去讲解了很多 就是这十年就是叫2010年到2020年吧 就是这十年 然后有哪一些移动应用 那这些移动应用怎么一步发展 然后又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然后死掉或说变化了等等 对这是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其实它还有一套前传 应该叫沸腾十年吧 就是讲那个互联网兴起的那十年 就是2000年到2010年 对也可以看一看 然后第三本书 Salesforce传奇 那这个其实是跟我现在所在的行业 就是SARS 2B SARS是相关的 因为Salesforce的话 它是算是SARS行业的这个引领者 或者说一个开创者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讲了这个Salesforce本身 从开始 然后到它就是发展壮大的整个历程 就是Salesforce这个创始人自己的一个 相当于是他的一个自传 或者他去自己去写的这样一个成长史 就是Salesforce一个成长史 那这本书其实对于在SARS行业 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到了一个阶段 然后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说你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其实对于指导 或者对于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去理解这个SARS 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帮助的 对 我这边推荐的就是这三本书 好的 这个Salesforce传奇真的是好经典 这个我之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有看过 这个确实非常经典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伟超老师的推荐 然后伟超老师推荐了三本书 然后也推荐了一些就关于播客 然后我们购阅读这个确实也是社区 然后推荐给我 然后说是一定要跟购阅读这边来做一个联动和合作 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是找到了杨文老师 然后也邀请了杨文老师来参与到今天的这个直播 然后我们也邀请一下伟超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推荐的相关的书单播客还有一些技能 嗯好的 书单呢其实更偏向于道的层面 道的意思是这些很多都是一些什么架构思维 或者说编码编程的一个思维 我举单马的未来里边这个例子嘛 他做的是松本行红嘛 他有一点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关于面向对象的一个解释嘛 就是我们现在的编码编程 为什么要从面向过程做到面向面向对象嘛 他的好处是什么背景是什么 这里我觉得他讲的很印象深刻 嗯当然他的很多例子是以 就是Ruby嘛 我去讲的他是Ruby之父 然后大家可以没事的没事的时候可以翻一下 播客呢是就是播客嘛 前边跟面向信仰编程还有极客偷渡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的 典型的就是说一个是面向够设计底层的 一个是面向够编码的一些基础的枯啊 架构啊这些一个一个实现 那够阅读呢 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这个是比较综合的嘛 想在够的技术站深更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 那软技能这其实是一个话题嘛 就软技能是职场的一些软技能 像一些敏捷开发 现在很多厂很多公司都在提 但是很多时候落地都会走样或者走形 那我们作为开发也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标准的或者说最佳实际 敏捷开发应该是怎么做的 还有就是沟通反馈 什么呀 那叫试试什么 渐渐有着落 试试有回想之类的这些沟通的技巧 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以上是我就是最近几年的一些感和体会嘛 以上没有了 好的好的 感谢伟超老师 然后伟超老师确实是 不光是在研发这块领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又转到了开源这块 然后现在也在尝试我们关于布导师的一些 就是关于对外的一些发声和一些那个内容 然后这块的话就其实也可以 然后伟超老师后续也可以多分享一些就是技术相关的内容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邀请了三位嘉宾来跟我们整体讨论了一下关于 学习 够语言的一些学习 然后包括一些后续的一些职业规划 以及说是个人应该如何学习开源项目提升自己 到最后 然后三位嘉宾老师也推荐了一些关于学习的一些书籍 然后博客 还有一些资料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讨论到这里 然后我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些小伙伴也问到了相关刚才的一些 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然后主要也是围绕在说 够语言这块的话可能后续的一些整体的架构的演进 以及说是这块主要是为了支持什么 那这块的话可能还是主要为了支持一些业务发展 然后主要还是一些业务发展和性能的 就主要还是一些性能的问题 就字节跳动内部的一些场景来说的话 框架的性能的调优主要也是为了一些性能 因为你可能就是一个框架的损耗 就是一个框架来回传输的一个损耗的话 可能你在乘以一千次一千万次的话 它的整体的损耗都是实打实的成本 所以它这块的话主要是设计一些性能的优化 以来就是减少我们成本的一些损耗 那这个呢也就导致了推动字节跳动 包括Coldway Go 然后持续的是在我们的性能这个领域 然后是持续的是达到最优的一个状态 然后也是希望更多关注这块技术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能够获得一些极致的性能的框架 包括一些极致的性能的这个体验的这个同学 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项目 然后大家还没关注我们公众号的 也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 然后我们后续会将我们这次分享的相关的一些 就是推荐的书籍啊 然后包括各位老师分享的一些精彩的内容 都会整理成文字稿 然后也在公众号上进行相关的发布 那我们今天也感谢三位嘉宾老师的参与 然后我们下一次的话期待能线下 然后我们线下可以约一个圆桌 实地的交流一下 我感觉还有非常多话题 可以跟各位老师一起沟通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然后感谢各位老师 好 谢谢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谢谢Cloudwego的一个组织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那大家拜拜